做出類似像這樣,反正就是把結束日期一直行 它就可以自動幫我把結束日期做出來 按個結束就可以把它清掉 當然這個地方我們一樣是梳略公式 把這個結尾做出來,9月4號30天之後 那怎麼做?首先第一個,根據邏輯是這樣 我第一個要先知道什麼 這個結束日期應該是課程時數是幾個小時 如果30個小時,那就是10週減1週 第一週不能算,那就9週 那9週必須要乘以7,一週7天 那把那個7天的結果再跟這個日期相加 那就是答案了 所以公式怎麼下?我們可以先算出什麼? 先得到什麼?得到這個好了 那這個C4 如果要查的話,查到它的第3個欄位 123嘛,第3個欄位裡面把這個資料帶回來 所以第一步的話 你必須要先 做那個查詢動作 這個查時數多少 所以我們先把它查回來好了 所以第一個的話,我可以查入環數 利用什麼呢?利用那個 查閱與參照裡面的V的環數,最後一個 然後查什麼呢?查C02 C04這個代號 去哪邊查呢?去 開課班別裡面的這個範圍 幫我查詢 不過啦,我建議 如果你這個範圍是跨工作表的話 我是建議你乾脆取個名稱算了 用F3,前面有用過那個 就是定義名稱啦 當然如果你不用的話也可以啦 只是說你比較麻煩一點就是 你要記得在這個地方,因為等一下會向下填滿 那範圍一定要固定,所以你必須在這邊加一個錢的符號 這個加錢的符號 然後這個也要加錢的符號 這樣子 然後 第三個問題是 你要取得這個 這個表格裡面的對照表裡面的第幾欄 幫你抓回來啊 查一定是查第一欄 那我要查回來是第3欄,所以這邊輸入3 那range-lookup是要不要找接近的 不要,輸入0 好 這樣的話我們查回來就30 按確定 不過呢,一樣的問題 它會自動幫你把30 有沒有,它會以為說你這個是日期 所以會變,奇怪怎麼會變日期 沒關係,你看按右鍵 儲存個格式再把它改為通用 OK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得到30 然後呢,再來做什麼呢 再來就是說 不過剛剛那個格式 如果你改回來 等一下可能它格式會跑掉 所以我們假如 我們已經知道我們先不改好了 不然等一下 做完結果反而又要再改回來 就改不回來 就比較麻煩 直接先用這樣子好了 然後再來怎麼樣 30 必須除以多少 除以 一週三個小時 除以3 然後減掉第1週 減1嘛 我剛剛講過 所以其實你可以把後面公式加上去 然後還有就7天 所以7天的話記得 先把它刮弧 前刮弧 後刮弧 之後後面再乘上7 如果你沒有刮弧的話 變成它1跟7會先乘 乘完之後才減 因為 這個數學計算的話 一定是 先乘出後加減 除非說你要刮弧 它優勢順序才會改變 OK 好了之後打勾 得到應該就是 60 把這個地方 如果假設改一下 改一般 就63 OK 63天 那我要知道哪一天的話呢 很簡單 就直接怎麼樣 在前面再加一個 第一天 把第一天 再串到裡面 所以點一下這個地方 C2 加上63天 有沒有 C2 加63天的話 打個勾 那就會是 我們要的 日期 公式就出現了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主要就是說 先把 這個 這個斑別 總時數多少 除以 3-1 再乘上10 OK 應該可以知道這個規則吧 OK 然後呢 再 把 開課日期 串在前面 加起來 這樣就OK了 那打勾之後的話向下填滿 其他的 結束日期呢 也全部 都完成了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一個什麼呢 補習班的那個 課程規劃 有沒有人員的話 那這樣就很快 馬上就可以算出哪一天結束了 OK 不然的話 說真的 我相信應該還是有很多人 不會這個方法 不會這個方法的話 那土法鏈剛 那算很累 有沒有 如果每天都要算 那 真的就不是 好方 如果每天都要做啦 甚至你可以把它寫成VBA 那寫成VBA的話 其實就是 很簡單嘛 最後的話呢 我們只要在這個地方 再產生兩個按鈕 也就是兩個SUB 那這兩個SUB前面其實都寫過類似的 其實第一個就是把公式丟到這個範圍 第二個的話就把這個範圍裡面的資料清除 所以喔 開發人員裡面 打開Visual Basic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一樣先插入一個什麼 插入一個模組 按右鍵 先插一個模組 那模組裡面呢 我們就寫兩個SUB 一個SUB是什麼 一個SUB是結束日期 所以SUB 結束日期 有沒有 我們Enter 然後呢 就是 輸入什麼 For i 等於 第2列 到 第幾列呢 第幾列你可以Ctrl向下 游標放A1 總共28嘛 那你這邊的話 For i 等於2到28 Enter兩下 打一個NAS 輸出到哪裡呢 輸出到D欄 D欄的敘述是Sales I列的D欄 然後呢 等於 等於什麼 等於空 又兩個 空字串 那這個的話其實就清除了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公式 SUB到SUB 複製 貼到底下 然後改一個名稱叫清除 OK所以你會發現輸出公式跟清除 最大的不同 就是說在雙引號裡面有沒有放 資料 放公式 所以這個如果沒有放 那就是清除 那如果放 那放怎麼放 前面講過 你把這個公式 放到這邊來就OK了 放的方法就是 把這個公式 複製之後 再把它貼到 這個雙引號裡面 那不過你要先確認第一件事 裡面有沒有 公式裡面有沒有雙引號 剛好沒有 沒有沒關係直接貼就可以了 好 那第二個的話 打勾之後的話 這個地方當然 你 執行 你現在執行應該是會 會出現 不過全部都會9月4號 為什麼 因為 他這個資料 並沒有讓你換到下一列 所以呢 這個地方 最後還要改一個地方 改什麼 把 這個應該是把這個什麼 把C2改成C3 B2改成B3 換下一個才對 所以最後的話記得 請你在 這個2 跟這個2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i就可以了 那加的方式 前面我們有講過 就是 2的地方 選起來 雙引號兩個移到中間 再and兩個 再移到中間 串一個i 也就是說把i串到 這個文字的中間 and前後呢 把它空白一下 那c2的2變成這樣子 然後再把B2的2 把它換成一樣 就是B2 再做一樣的事情 還有沒有 好像沒有 OK 那這樣的話基本上 把它執行 就可以得到最後的結果 OK 理論應該沒問題 102 是不是也是30個小時 看一下 也沒錯 所以你會發現 他結束節也是同一天 好 大概是這樣 所以清除 然後最後呢再加兩個按鈕 一個是清除 一個是 結束 那這個程式部分的話 雲端上面其實也有了 大概就是 這兩段 所以最後做 這個東西就OK了 那把畫面呢再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那今天的進度呢原則上 就是 把那個 年齡算完之後 再算那個結束日期 那結束日期 算完之後呢 再把它變成 VBA的兩個按鈕 試試看 還要把那個按鈕 那 他們 在 有 有 有 谢谢大家